四个是八个看上去成双成对的城 山东和山西 河南与河北 湖南与湖北 广东和广西 他们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呢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四个省的名字 是被一座山和一条河给定义的 太行山的西边叫山西 太行山的东边叫山东 而山东和山西并不接壤 中间还隔着河北 但习惯上大家还是喜欢 把太行山当成山东 山西的分界线 黄河的北边叫河北 黄河的南边叫河南 有朋友肯定蒙圈 不对呀 现在河南河北的分界 明明是张河 跟黄河没的关系呀 河南河北的名字 是唐朝的时候定下来的 那会儿呢 黄河就是两省的分界线 后来黄河不老实 老实改道 才有了张河的纠战雀槽 湖北湖南的德明 好多人都知道 跟一个湖有关 它的名字叫洞庭湖 湖南跟湖北一南一北 中间隔了一个洞庭湖 湖南北边叫湖北 湖南南边叫湖南 有意思的是 湖南跟湖北历史上 曾是一家人 战国时期同属楚国 三国时期同属荆州 清朝时开始分成了湖南湖北 怪不得湖南湖北都喜欢吃辣 湖南喜欢吃香辣 湖北喜欢干辣 都辣得无比生猛 原来以前是一家人 广东和广西的德明 跟一个人有关 汉武帝 汉武帝当年把两广平定以后 要在那里广布恩信 所以就在两广地区 设立了一个广信县 后来广信县东边叫了广东 广西现在西边叫了广西